現在這個時間要收樓 怎麼算好? 收樓業有足收家式電器為你度身訂造 不用奔波爐的來養大灣區 安座家中就有專人為你服務 這麼多服務豈不是很貴? 大灣區代收樓服務 疫情價只需一九九 在V家管家王用直播收樓 真是一九九 那你快點幫我收樓吧 沒問題 那裝修怎麼辦? 交給我了 香港落單,內地施工 現在裝修王只需要九十九元 就可以出到裝修平面圖和效果圖 有V家就有安樂的價 哈哈哈哈 即是說好 不好的就不說 好了 有時我講一些不好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又說我唱衰人 其實是很矛盾 那你想我怎樣? 沈博士你好 近來也有些觀眾 有很多問題想問你 有人問 你是不是其實為了賣樓 才開始拍Youtube的灣區生活? 其實是反過來的 我其實是拍灣區生活 因為很多觀眾很想我多拍一些樓盤 給你們看 那我才去拍樓盤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拍了 現在都差不多接近一千條片 其實大部分都是灣區生活 拍一些樓盤項目 不過很受歡迎 那個點擊率很高 而且我發覺很多觀眾喜歡看我拍樓盤 那個閱讀量更加高 其實如果你看看 其實我拍Youtube 你說拍一些樓盤 其實在七年八年前我已經有拍的 大家想Youtube手下 有一個叫北上自業線 當時其實是一個叫香港電視 香港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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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一個新的台 當時其實跟我打算了一個節目 叫北上自業市 當時拍了六七條片 都是講珠海中山 都拍得不錯 但當時沒有什麼人看的 但是前幾年 因為香港有很多事發生 而且坦白說 現在內地 其實整體內地的生活 內地很多物業 樓盤 一些上市大的發電商 實在現在建的樓盤 或者產品出來 真的很吸引 真的很漂亮 所以其實就 鎮這幾年和以前不同 尤其是我拍Youtube 其實初衷都是因為 我簡介 因為我在內地生活了這麼多年 我都買了樓 也有去生活 看到在市場上 真的很多都是舊的片 都是講回很多年前的內地的樓盤很差 辣尾樓 貨不對版 也看到很多生活上 有些生活很不好 內地很舊 落後 都是一些舊的片 或者舊的資訊 我又覺得 都不貼地 所以其實幾年前 我決心 就開始拍我的博士頻道 其實最重要 都是把內地真實的一面 很貼地地拍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有時看到 我的片很長 因為我的目的不是很想要點擊率 要訂閱率 而是我的心 我要把真實的一面拍給大家 所以 早期都沒有什麼人來什麼 我拿著鏡子拍 去到哪裡 吃到哪裡 玩到哪裡 我就拍什麼 其實 當然 我很開心 因為反應就是 很多觀眾留言給我 很感謝我這裡用這個時間 因為他真的看到 內地現在生活的真實一面 和一些房地產真實一面 他們想不到 他們沒有想到 國內 原來近這麼多年 其實各國發展得這麼好 所以因為這樣 我就繼續有這個原動力 去繼續拍 不過近期我開始 因為生活片 和拍這些樓盤 其實真的都要很多 很多的片要拍 所以我都把它分開 例如V家頻道 專門播一些 一些內地的房地產 和一些樓盤 我自己的博士頻道 都是集中 在一個大灣區生活 其實現在我已經拍到 不知道大灣區生活 現在我全中國都拍 都去告訴很多 全世界的華人 和香港人 其實現在內地是怎樣 好啊好 不要啊不要 照片給大家看 有人問你 為什麼開這麼多店舖呢 其實如果 你說純粹是開公司 賣樓賺錢的話 就真的不需要開這麼多店舖 因為大家看到有很多其他的同行 都不需要說有這麼多店舖 一兩間已經可以簽單 簽合約 賣樓 已經可以做到 其實在香港地 開一間店的成本是很高的 人力物力 租金 大家可想而知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現在 都會把我們賺到的錢 或者我自己 都會有投資 去開到現在開十幾間分店呢 因為 其實 V加的宗旨就是 我們希望 有V加有一個奧樂的價 我們希望 每個買樓的顧客 都提供到一個非常好的服務 這個服務 不單是買樓的時候 看樓、選樓、簽合約 而這個服務 在售後服務 因為我有很豐富的經驗 我大阪區買樓這麼多年 其實在大阪區買樓 跟香港買樓很大不同 因為其實買樓之後 很多的售後服務 真的需要我們幫他們 嚴樓、收樓、裝修、傢俬 甚至那些 譬如怎樣開煤器、電 很多這些都是需要售後服務 我盡量希望做到 每一位顧客在他附近 我們都希望有個V加的分店 能夠幫助到他們 隨時想來車合約 隨時想來諮詢 或者一些售後服務 我們都可以容易跟進 還有買樓之後 若干年後可能要二手買出去 可能要我們幫他租出去 這些都是售後服務 其實在內地買樓 售後服務 其實真的比售前服務還要重要 所以我很有心希望能夠 將V加一路建立 在賣大灣區樓的中介之中 提供能夠最良好 百分之一百 滿意的售後服務 所以我們寧願 賺少一點 我們寧願開多些分店 去方便我們很多的香港人 近期年澳門都開分店 都是這個原因 就是想多些服務店 能夠服務我們所有的顧客 這條問題幾有趣 有些人就問你 你自己買樓 是否其實做展示 做廣告 OK 我想沒有人會 拿三十年的時間 來做展示 買樓 然後去叫人 幫助我買樓 因為我在1998年 已經買第一層深圳樓 時至今天 我想大灣區基本每個城市 都有買樓 買樓 我不只是買回來 我都有賣出去 我相信 如果 就算有人找我 去做show 給我錢 我想我收的廣告費 都不可能夠我 付夠錢買樓 我現在幫助大家說 其實我買的所有樓 我都是真實實 但我買樓這件事 是不能騙的 大家如果去查 都可以查到 好像香港一樣 都可以查到 其實對於我來說 亦都不需要做show 因為其實 只要你真的有經驗 你有眼光 你對內地了解 知道內地房地產的情況 你懂得選擇 你懂得選擇 其實買每一間樓 其實我都是賺錢的 那我做甚麼做show 我做了show 我就後悔 可能那一間樓買錯之後 做了一個做show 原來真的沒有買的 其實賺的錢 我便更少了 其實我身邊都有很多明星 他有很多時候 這麼多年來 我身邊都見到很多明星 或者財星 有很多時候 可能發展商 或者很多人請他上去做廣告 做代言人 我都看到他們都會把賺的錢 去買一些物業 放回內地 來當投資 或者自己有時候去住 其實最後來他有很多都跟我說 博士 我的樓也上升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那點不是說 物業是怎樣賣出去 那點就是當你去買一間物業的時候 你真的決定物業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 懂得去投資去選擇的話 其實 那我做甚麼要做show 其實物業 可以令我賺更多的錢 所以我很開心的就是 在這麼多年來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都是做地產策劃 我很前線在內地 我做大陸內地的很多項目的策劃 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是接觸到 很多機會 接觸到很多國內的房地產 我知道他們的房地產 怎樣的情況 因為有這樣的原因 我都這麼多年 我從做電腦開始 像我北京開公司 其實上海、北京 或者大灣區 基本上現在說的 這麼多的城市 其實我都住過 我都住過 生活過 因為這樣的原因 我的工作原因 令我很了解大陸 很了解大灣區 也都很了解 買樓應該是怎樣選擇 所以變成了 對於我來說 買樓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給我有很多前線的機會 所以我很享受這個工作 只不過就是後期我把我這些所有的經驗 我的經歷 我就拍成YouTube 給大家欣賞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回我以前的歷史 或者可以看回內地以前的一些物業 所以去到時至今日 其實變化有多大 以前的樓是怎樣 現在的樓是怎樣 因為我有這樣的經驗 比較給大家看 所以可以跟大家說 我是無需要做show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真真實實的事實 是無需要做show去欺騙觀眾 這個物業 是因為我審博士買了 所以你們去買 其實大家不如擺多點心機時間 去選擇一些好的產品 好的項目 就不要浪費心機時間 去所謂這些陰謀論 去測度我為何要這樣做 為何要這樣做 沒有意義的 因為最後你們都是主人翁 買一個物業 你們自己的業主 做一個有責任的業主 其實最後的決定都是你自己 我的頻道或者我的資訊 只是給大家多一點的 information 大家去了解多一點 方便你怎樣做一個決定 有人說 你是不是遇到一些不喜歡的城市 或者發展商 你就會不會去拍他 甚至去唱衰他 你又會怎樣回應呢 是的 因為這個是我 《彎曲博士》 我私人的頻道 一定會有一些我個人 個人化的喜好 很多觀眾看我的頻道 都會覺得 我真是那句說那句 我在大灣區或者內地 我生活了幾十年 實在有些城市 我以前生活過 我是一般不太喜歡的 例如有些城市 以前可能都是出名 以一些娛樂為主 很多香港人去那裡 都是為了去玩 去花天酒地 可以這樣說 這些我印象真的比較差 而且我都有一些城市 我都有很多朋友 或者一些波友 以前那個人買樓 我聽回 有時候吃飯聽他們說 好像租金都一般 二手賣出去 好像有難度 這些都是我個人化 因為這些朋友 是我才認識的 大家不認識 所以我都比較少了 去拍某些城市 但不代表我沈博士 沒有去拍 就是唱衰去 現在很有趣 我想 當然 YouTube是一個 很廣大的平台 全部大家留言 等等 大家都有一個自由 例如 剛才你問 有些發展商 我又是很少拍 又或者有時候 我拍的時候 都要說一下 要注意些什麼 我說明 很久以來 我有時都會翻看影片 我就不會去唱衰 所謂唱衰 就是唱衰 就是很差 唱衰 但我可能會少說一些 或者提到一些觀眾 如何留意一些 其實很多觀眾的留言 我想可能是兩類不同的觀眾 有些就說 我只說好 不說不好 就說我只說好 即是說好 不好的就不說 有時我講一些不好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說我唱衰 其實是很矛盾 那你想我怎樣 所以我其實都不理 我都不理 大家 某些觀眾 某些 就是某些 一些群體 可能 對我的 有時一些內容 是有些意見 OK 但我都比較堅持 我自己的風格 就是說 其實我喜歡就喜歡 我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相信 如果真的說 去大灣區置業的話 你都不會說 因為沈博士覺得喜歡 還是不喜歡 然後他決定去買一個物業 我想我的頻道 我所講的 其實都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著重 在這方面 所以在這麼久以來 我拍的片 其實有些盤 有些項目 我自己個人 不太喜歡的話 其實我真的少拍 甚至有些我沒有去拍 不過反過來 在我的公司 V加 因為V加公司是專門賣物業的 專門賣大灣區物業 這麼說 基本上 那些盤 我們最安全 如果那些盤是安全的 即是沒有陷阱 這些 即是經我們V加公司 調查過 去搜 證證證 證證 證證 其實我們V加 我們都會拍 所以大家可以 上我們V加頻道 看到 其實我們V加都拍了很多項目 基本上所有項目 是一些比較 安全的項目 優質的項目 我們V加都會拍 但去到我的頻道 我就比較選擇性 比較大 我自己比較 甚至大家有些盤 我自己很喜歡 我去拍很多次 我都會想 這個頻道是我的 我喜歡的東西 我當然做多些 我不喜歡的東西 我就做少些 大家喜歡看就行 不喜歡看都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 資訊性的世界 所以大家懂得怎樣選擇 希望幫助我 星湖一方 紹興首個 夏沉式商業廣場 滋滋於 主幹道 星湖大道 五分鐘到 紹興中心城區 二十分鐘就到 紹興新區 面向國家級 旅遊景點 七星牙 會靠政府機構 學校地帶 更多資訊記得留意Vplus大灣區信盤網Channel 又有人說你常常唱大陸中介 但你又不講香港中介 我先講明我沒有講到所有大陸中介都是不好的 我的片段都講得很清楚 只不過在我很多時候 很多觀眾當他自衛時遇到什麼困難 中伏或者出了事 他真的會留言找我幫他解決 我盡量都會幫大家 實在內地中介的量是比較多 香港中介是真的少的 這是事實 沒有其他的 因為內地中介是比較多 因為內地做中介也不用考牌 很簡單的條件 只要你肯做都可以 就已經可以進去中介公司做中介 甚至很多就是自己掛電話 就已經說是中介 所以變成質素是很參差不良的 所以我發覺有很多真的求助的個案 他們都是光顧了一些內地 就是剛才我說的 有些可能真的只是一個電話號碼 有時打個WhatsApp給你 Facebook有些廣告 總之有些廣告 或者有些Code Call 電話號碼 你就幫助再買 真的又沒有公司 又香港又沒有分店 即是內地公司也不知道在不在 如果大家這樣去幫助這些中介的話 其實不要說內地 如果香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有些單人匹馬 拿個電話就叫你 說帶你去買大阪區樓 我都真的建議你考慮清楚 其實內地中介也有很多做得很好 我見有些規模都越做越大 有些也有很多分店在香港等等 這些服務就到位 但是有些真的 我們叫做沒有跟沒有強 你如果光顧了這些中介 因為買一層樓 其實我之前說過 買一間大阪區樓 其實有很多售後服務 你從買一間樓之後 其實有很多服務跟進 收樓等等 如果你光顧了那間中介人 光顧了那間中介人 之後可能你找不到他 或者你已經轉了行 那你所有的你找誰跟進 因為他賺了你的佣金 如果到時你找其他中介公司 當然不會跟進 因為錢就別人賺了你 那服務又我這邊要幫他提供給你 甚至乎都不是錢問題 因為我很多個案就說 找我求助 但是因為很多資料 其實是去前那個中介 就是去幫助那個中介 因為他已經走路了 很多資訊 例如發展商有些單據等等 都找不到 有時候找不到 他自己有沒有保持 那我也很難幫他 所以這個就真的是 香港的比例是少 因為香港多數 我看到香港的中介公司 很多都會開很多分店 那就是 講難聽一點 有什麼事的 我想一些觀眾 如果就算去光顧這些 香港中介買樓 那你有什麼事 你都不會第一時間找我十命年 你有什麼時間去香港的中介公司 去找他 為何這樣幫我跟跟 搞好他 去投訴也好 去找他跟進也好 只會他們找 只會有些觀眾 去光顧一些內地的中介 而那些內地的中介 真是很難找到的 那他真是求門無助 他才找到我十幾年太 我有沒有可能幫到他 那通常呢 如果有些發展商 我自己比較熟悉一點 那我都要 盡量找發展商幫忙 找一些資料出來 可以盡量幫他去處理 但是 很多都比較難的 因為 其實中介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 在內地買樓 那很多人有時候問我 喂 有什麼 中伏位 陷阱位 你想想 如果大家看一些新聞 以前 有些爛尾樓 有些不好的產品 其實為什麼 香港又會買到一些不好的產品呢 其實都是經過中介介紹的 我們香港人 不會自己貿貿然 走上去那個盤 或者打電話去那個盤 發展商那裡 我自己要買這件產品 都是經過某些中介介紹給你 是不是 那如果那些中介 他本身是比較規模大些 有品牌 或者看長遠些 他當然不敢胡亂去介紹 那些產品給你 包括我十幾年 包括VGA 因為如果我介紹了產品給你 萬一有什麼事的時候 那 很坦白說 你的護盒都會踩上門 是不是 那我們都要受到很大的壓力 和回到責任 但是如果某些中介 你未必找到他 那當然他會很放膽 就是什麼產品都介紹給你 或者甚至有時候 因為他們本身 也不是很大奸 或者不是很有經驗 他們可能甚至有時候 那些產品的情況 幕後有什麼問題 可能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都 我們叫做懶惰懶惰 總之叫你買東西 叫你買東西 叫你買東西 就賺個佣金 那大家光顧這些 就很危險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我不是說 唱衰內地的中介 是一些內地比較沒有規模 或者一些 就真是 比較個人的中介 那大家就真是 比較小心一點 有人說 V加賣什麼都被人貴 沈博士在吃水好心 就賺了很多錢 那我想呢 作為一個顧客 當你買一個產品 或者我打比喻 去吃一頓飯 那我想同樣吃一個意大利粉 就是有些食味道 有些食裝修 有些食服務 對不對 一個意大利粉不同的餐廳 買東西都不同 不過呢 在大灣區買樓 即是像香港一樣 其實買樓的價錢 其實是發展商管理著 你想想 一個發展商不可能 給這間中介賣 和這間中介賣 可以賣的價錢不同 譬如我V加賣 我可不可以 賣一間樓比較貴 這是百分之百 沒可能發生的事 如果大家有買過樓的經驗 那大家有時可能覺得 V加會不會給人貴呢 當然呢 我知道有某些比較 小型的中介 他們有時可能會 可能在他們的佣金裡面 可能會回一些佣金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有些顧口 可能會說 咦 人家會便宜一些 第一 這個所謂的 這些的好處 第一 不會很多 因為可能只不過是 中介賺佣金裡面 可以抽一些出來 回到你 作為一個競爭的生意 其實 以我們做生意來講 很簡單 這個世界就是 成本 成本和賺錢 永遠是成正比的 看一看大家 當你買樓的時候 你要的 是服務緊要 只是這些 少著數緊要 那麼我們V加 這麼多年 我加入了V加之後 我也多次這樣說 V加最重要 就是服務 我要做到服務最好 所以大家 在這一兩年 大家看到 我們V加一路的發展 除了我們 賣齊我們大灣區的樓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有 有自資開設的 裝修公司 全部我們自資 付錢 持戶我們自己 開店 OK 我們有 管家王 我們有 創業二 OK 就是專門幫大家 有些真的想去 上面做生意幫你們 OK 那麼 也有 我們的家私公司 我們不斷 有匯款 我們有驗樓 有收樓 很多是售後服務 甚至乎 我們現在基本 在每個大灣區城市 我們都會設一個點 甚至有些點 我們的舖位 我們自資 因為為了長遠的服務 還有給顧客的信心 我這間舖是買下來的 買下來的 我相信 都不會開一兩年 就走了 其實這些都是 所有的售後服務 大家記住 大家當你買一層樓的時候 你除了今天說 我來看樓 計算價錢 直播看樓 簽合約 其實你收了一層樓的時候 其實很多很多東西 你要找我們 所以 這方面 其實我們現在 投資了很多 既然我們投資這麼多 在一個售後服務 還有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開了十幾個門店 你想想 一個門店 以香港的租金 你當是五六萬元一個月 只是租金 十幾間我們加上租金 加上燈油火腦 一個月一斤 即是一個月我們只顛 我們都要百多萬的成本 所以其實 你說我們食水心 其實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懂得計算的話 其實我們賺的錢 是百分百 我可以和大家說 是少於其他 比較小規模 或者比較好處的一些小中介 為什麼 它成本低 它成本低 它賺回來的錢 它減少了很少的成本 就已經賺到的錢了 OK 所以去換少許佣金給你 亦都很正常 但是我們V加 我們將賺的錢 我們希望能夠放回售後服務 以及將V加的規模 越做越大 給大家一個信心 一個安定 大家都希望 幫助了V加之後 V加 長水流流 能夠一路做下去 越做越大越穩定 大家光顧我們買樓 大家都可以放心 所以未來我們V加 現在都會自力把我們部分賺到的資金 都會放在以後 一個長期的售服務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後期的售服務 其實我們有些公司 或者我們有些部門 也都在增併很多人手 大家未來就會知道 這些也都算是軍事秘密 暫時我們都不可以公佈那麼多 大家可以放長雙眼 你可以看到 以後我們V加 我夠膽說 我們V加將會成為 OK 全世界提供 買完大灣區樓的售後服務 是最完善 最齊全 最齊備的 一間賣海外樓的服務公司 我希望能夠做到百分之一百分 能夠服務大家 使大家賣完之後 是開開心心的 所以大家在這個 你說我們吃水心 就真的 一定不要只看表面 大家都是賣一層樓 大家都是賺一個佣金 以為那些錢買回來 就放在桌上 還有大家記住 可以了解多一點地產行業 通常地產行業很簡單 地產行業回來 其實都是行規 通常我們成交了一個交易之後 有一部份的錢 當然要給我們的業務員 我們的銷售隊 可以這麼說 由業務員 一直到我們的管理階層 他們都有個佣金收入 我們亦都有一部份的錢 就放在投資方面 就是投資公司未來的發展 以及社會服務 亦都放在一部份 在廣告方面 有一部份都放在門市開店方面 成本方面 亦都有我們深圳的後勤部門 譬如攝製隊 插合部等等的部門 其實 這麼多的開支加加賣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 現在我們的公司開始都不小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 剩下來的 就算是我們公司賺到的 我想 其實 V家 賣大灣區樓 其實我們都是作為一個長遠的生意 我和Jody暫時說 我們都不會著眼擺起 說真的要賺很多錢 為我們在一個短期的目標 我們希望 將V家 真的做得去是一個 代表性 一個香港的品牌 希望做得真是一個優勝 最早的初衷 是因為我本身自己 在內地買了這麼多年樓 我一直都有一個問號 為什麼香港不可以 有一間 很有規模 和真是能夠提供到 全線服務 優質服務 一個連鎖的 物業代理 大家看到香港有很多賣香港樓 的地產代理 很有規模 服務很多 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我又覺得 為什麼賣內地樓 不可以 是有一間中介 可以一樣提高 像賣香港樓 有感全線全面和專業服務 這是我和Jody對V家 未來的一個企業的目標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